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涉及多国多地 不少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 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 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爆发 我就举一个例子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报告 2019年12月的一些美国人献血样本中 存在新冠病毒抗体 这意味着那个时候新冠病毒 或已经在美国出现 早于美国官方报告 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时间 也就是2020年的1月21日 希望美方也像中方一样 在溯源问题上采取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 并保持透明度 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去美国开展溯源研究 为国际抗议合作和科学溯源 做出积极贡献